是的 特殊小组组长阿亮今天又要来寻人了 今天的任务非常的特别 委托人是一位住在台北市区里的王伯伯 王伯伯要找寻他心中梦寐以求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对象可以让他茶不思饭不想呢 人说情人总是老得好 曾经沧海上天忘不了 该不会王伯伯要找了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初恋情人吧 不啰嗦先到王伯伯家里面去一探究竟 Let's go 特殊小组二话不说直接来到了委托人家 哎呀阿亮不是 王伯伯非常好客 一路带着阿亮跟小组们参观家里的环境 阿亮难掩兴奋之情 难道屋里隐藏了我们要寻找对象的线索 于是探访结束之后 我们正式向王伯伯询问 这次要寻找的对象到底是谁 是王伯伯 你这次委托我们要找的人究竟是谁呢 就是要找一位真心诚意要到这里买我的房子的人了 什么 原来王伯伯要找的是买房人 经过了一番询问 原来王伯伯是要来寻找这栋40年房子的接手人 由于制作单位完全没有接过这么特殊的任务 这让阿亮彻底苦恼了起来 这个是大儿子的房间 这是女儿的房间 我们再度参访了整间房 王伯伯如数家珍的一一向我们介绍家里的环境 小庭院 不错 40年了这个庭院 他是从小陪着我们一家长大的地方 看着王伯伯感性的一面 组长阿亮也深切感受到了这个家在王伯伯心中的地位 于是绞尽脑汁的特殊小组决定上山下海 也要找到适合这个房子的有缘人 是的 从我们手上所掌握的讯息 可以整理出一些线索 这里是一间楼上楼下都有房间 四房两厅的透天 非常适合家中成员比较多 或者是有长辈的家庭 而且王伯伯特别说了 他希望新的屋主能够跟他一样 很喜欢这个庭院 把他好好地保留下来 用同样的心情去对待他 任务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们特殊小组充满了信心 俗语说得好 凡住过就必留下邻居 我们先从最熟悉 这代环境的邻居来下属 节目好 话就少 不如说立刻出发 于是我们一行人 来到了王伯伯住家附近的街道 一一询问 但是要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适合的人选 简直是大海捞针啊 他长辈看起来还好 你愿意这么大 改成特殊比较好吧 我们家没有长辈耶 我们家只有两个人 单身啊 一无所获的阿亮决定 直接访问当地的里长伯 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阿龙阿亮你 在看里长伯密切打听之后 没想到真的有一位住在附近的郭小姐 刚好想要买房 请问是郭小姐吗 你好你好你好 就这样 组长阿亮说明了来意之后 一步询问了郭小姐买房的意愿 而等待着我们的结果是 什么 已经买了 刚签约 不是 你们不考虑再买一个 可以休闲度假的 这房子真的蛮 蛮适合 喂喂 喂 呃 刚刚不说号码 打错了 重打一遍 重打一遍 尽管任务困难重重 但是超级特丛小组绝对不会青年放弃 阿亮再度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没事没事 我没被 人是有一点不好找 但是没问题 相信我们 一定可以办得到 没问题 没问题 最后的结果到底会如何呢 还在用传统的方式找人吗 找买家 有更进步的方式 更进步的方式 原来是新义房屋的AI智能配案 什么 找了半天 买家竟然是我正级 我们还搭配了叮咚智能赏屋的功能 让买家更能想象房屋的未来样貌 还好有叮咚智能赏屋 不然差点看丑眼 喂 郭小姐 什么 临时又想买休闲度假别墅 对不起 不 收 信 不信 走 嘿嘿 这次超级任务成功 新义房屋 为您的房子 找到对的人